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展览的内容包括洪瑞玲先生的我的话就是矿工的日记 以及阮毅中老师在1977到1980年所记录台湾矿业黄昏年代的矿工照片 我还出版了一本专书因为能够进去矿坑拍照的人实在不多 而且能够做一个展览更是少 所以这个展览既是向洪瑞玲先生致敬 我也想要把今天我来感谢宜蘭市公所市长 以及文化市公所的童源门 还有这些可爱的文化志工 所以这本书待会我要传送给市长还有童源门 在此也请大家来阮毅中台湾故事馆给指导 宜蘭市长江中渊表示矿业曾经是台湾最重要的经济产业 宜蘭有很多人在农贤时都会到瑞芳矿区来工作 他的父亲也是其中之一 这次的展览有很多非常珍贵的作品值得欣赏 宜蘭人在这个道央这个播种好之后 等收割那一段期间是属于农贤的这个期间 所以大家会呼朋引伴到离宜蘭最近的瑞芳去当矿工 其中有一个矿工就是我的父亲 我们可以看到台湾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在一个矿产上面的一个记录 所以他们为我们台湾付出这么多 努力这么多才有今天的台湾基础 所以这个纪念展这次的展览是非常有意义 展览的日期到6月28日为止 欢迎乡亲到场来欣赏 感受矿工冒着生命危险 为台湾经济所做的奉献 宜蘭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道